雖然演喜攻略即将进入大截局,但围绕他话题的热度却一直没钱,很多网友都把焦点关注在几位主角身上。 如饰演傅长皇后的秦兰,饰演魏英洛的吴景妍,饰演贤卑的蛇丝曼等,其实,剧中很多不起眼的小角色,都是以前非常熟悉之名的老演员,例如饰演太后的宋春丽,饰演贤妃母亲的戴春容,之前都是红的八子的演员,因为年龄大了,美丽的容颜渐渐痛去。 在如今以颜值为主的影视剧中,也就只能演演配角了,终是令人叹息,剧中心地善良的傅茶夫人,曾经也是很红的演员,认出她是谁了吗? 在剧中,傅茶夫人是傅茶皇后和傅恒的母亲,为人善良又仁慈,培养出一对既孝顺又善良的儿女,但是过于的仁慈反而害了一对儿女,女儿傅茶皇后得不到狂赏的真心,儿子傅恒得不到阴落。 这都是她的人词把儿情当成宝,处处维护着她,结果儿情却是傅黑的坏人一个,傅茶皇后与傅恒悲惨结果都与儿情有关。 傅茶夫人虽然很善良仁慈,但她不分好坏的人词,这让观众看了生气,知道傅茶夫人是谁演的了吗? 大多数观众都没认出来,经别人提示后,才警服我的天神了,居然是上官晚儿,有的则说,看着有点眼熟,就是记不起她是谁了,更叫不出她的名字。 其实,她是大家之前非常熟悉的演员如瓶,曾经在很多知名大志中都出演过,如武的天,康熙王朝,大掌门等,下面就来详细介绍一下她。 淑瓶是杭州妹子,有着江南女子清秀端庄的外表,而且从小爱读书,是从书堆中长大的,所以还有脑粪优雅的气质。 高中毕业后,原本在工商系统工作,后来因为参加了业余话剧团培训班而进入杭州市话剧团,当时大导演藤文记的妻子王陆明,在杭州市话剧团,发现如瓶有影视表演方面的才能,于是把她推荐给丈夫,参演了电影《海滩》,从此进入演艺圈。 如瓶演过太多大家熟悉的影视剧和角色,如风与历人中的汉如月,玉成道明达当主演的《胡雪岩》,在其中扮演瑞锦,玉成小依达当主演的《苦菜花》中扮演星丽娘。 因为如瓶演过的角色太多,下面就主要介绍一下,她几个最被大家熟悉的角色。 第一个就是刘晓庆百五的《天中的上官婉儿》,那清国清城的美貌至今令人难忘,听词一举成名,她也被观众评为最美的上官婉儿,之后要介绍的就是2001年与陈宝国,思琴高等主演的《大宅门》。 卒品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白锦西,称宝国是青梅竹马的王府四生女黄春,黄春身上几乎织合了所有古今贤七两亩的优点,既有雅高贵,又体贴温婉,还有知性与孝顺,符合所有穿透男人,眼中典型的好妻子品质。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角色,就是她演的苏玛拉姑,这是她和陈道明白道,主演《康熙王朝》中的一个角色,苏玛拉姑是小庄太后身边的丫鬟,是康熙皇帝的干姐姐,救命的恩人。 后来为了远离后宫是非,依然待发出家,顿入宫门,不过依旧以宫女的身份,不是小庄太后和康熙,深受皇宫里的人敬重。 卒品饰演的苏玛拉姑深受观众喜欢,不仅喜欢她的颜值,还喜欢她的人设,在事业上,卒品有过自己的辉煌,在感情上,也收获了自己的幸福。 卒品有二段婚礼,第一任丈夫叫西天英,是个美术编辑,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,不过因为性格不合,五年后便离婚了,女儿希望有母亲抚养。 后来在拍戏时认识了刘志斌,刘志斌也是大家熟悉的男演员,也离过一次婚,有个儿子,两人于1999年组合了家庭,至今近20年了,一家人非常幸福。 可以说,卒品曾经的人气,一点不出现在年轻的红的明星,年轻时的颜值也是美人一个,是现在很多网红脸,根本不能相比的。 如今,152岁的卒品虽然容颜已经慢慢吞去,脸上也有了皱纹,少了年轻的时的美丽,但这种自然的变老,比那些未强流容颜而满脸波尿酸的明星要强十倍。